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在陕西省梁带村遗址当中出土了几个精美的小铜器 考古人员推论这里面的遗物很可能是古代人使用的化妆品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手段来印证考古人员的推论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梁带村遗址位于陕西省寒城市 紧连黄河 地势平坦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地 在这里共发现两周墓葬1300多座 先后被评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以及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古团队 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梁带村瑞国遗址博物馆的支持下 对梁带村遗址其中的一个 假字形大幕出土的微型铜器 展开科学分析 为了验证这组微型铜器的功用 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科技考古团队 应用了质朴仪等科技手段 不仅发现了迄今所知 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千白化妆品一寸 而且还确定了当时人们 制作人工合成千白的工艺手法 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教授 杨一鸣欢迎您 您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 副教授韩斌 欢迎您 您好 我们当年在2005年 当时的考古发现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2005年 陕西省考古院的考古专家 就是在这个寒城梁袋村附近 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贵族墓地 他们应该发现了几百座 甚至有可能上千座 其中有几个大墓 就有一座大墓应该是定为这个瑞国的皇宫 还有两座大墓 一个是他的夫人 一个是他的赤夫人 当时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 墓葬的主人有这样尊贵的身份的呢 首先是没有陪葬兵器 第二个没有陪葬 国军常见的乐器和精器 没有陪葬武器的话 就是说这个女性可能性就很大了 再加上他出所同气上有名文 上面写的是中腔 从中国中腔 再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历史文献有个瑞腔的说法 再加上跟他在一起的呢 那个是个国军 国军的等级 无论从墓葬的大小 墓葬的形式 还是从陪葬同气的数量 都明显比那个国军皇宫 瑞皇宫要第一个等级 然后他们又埋在一起 又是不算是不同的墓葬 但是埋的是比较靠近的 所以认为他应该是国军的夫人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器物叫什么呢 叫圈竹仪 那今天呢 也通过我们眼眸室的这个虚拟技术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圈竹仪到底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圈竹仪 它的盖钮是一个人面俯虎的形象 富有动感 它的一个盖部以及侧身 都富有繁复的一个装饰 它的圈竹是一个镂空圈竹 整体给人一个大气 简约富有动感的一个印象 当时考古学家把它叫做弄气 就在手上玩弄把玩的意思 在过去我们对考古的认知当中 有很多大型的器物 对于小物件 过去我们为什么没有过多的关注到它 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像大气那么具有视觉冲击力 它只是那么小 但是对它的功能又具体说不太清楚 但有些推测非常有意思 说可能装化妆品 可能装香料 但是这些又没有得到定论 因为大气你是解释得很清楚 有的就是济世用的 有的就是装酒用的酒气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说不清 可能就影响了它的进一步的这个阐释 那当时你们第一眼看到这个器物的时候 你们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刘家瓦遗址的这个弄器里面的残留物 那个是跟化妆品相关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把它推出为装化妆品也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还是就去了梁代春博物馆 然后在博物馆老师的支持下来 打开以后进行了观察 然后发现有些残留物 就取了点样品开始分析 2004年 考古专家经过勘探调查 在梁代春地下 发现了大面积的牧葬群 这些古墓的排列很有规律 考古专家推测 可能是事先规划的 不过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 在梁代春附近会有1300多座古墓葬 那么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呢 这些墓葬是什么时代的呢 考古专家带着疑问 开始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 他们按照地层学的方法 利用碳产毛刷 一点一点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 在几座大墓中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铁器 金器 漆木器和玉石器 其中包含带有瑞字名文的重要青铜锂器 考古专家结合墓葬形制 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 判断这篇墓葬很可能就是两周时期的 瑞国贵族墓地 此后考古专家为了研究 那个时期青铜器的工艺特征 采用显微镜等仪器 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做了检测分析 初步揭示出瑞国青铜野柱技术的发展面貌 如今我们在独具特色的青铜弄器里 又发现了厚厚的一层白色残留物 这些残留物到底是什么物质 通过新技术的加持 让我们去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打开千年历史的这么个小物件之后 那个时候你跟它的视觉对话是什么 还是很震撼的 因为打开那一瞬间 其实里面看的是土 但是土里面有这种 类似于那种繁星点点的那种反光 当时就有一种感觉 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人为因素 放进去的一些东西 并不是说后来扰动进去的 那我们想到过用什么科技手段 能够印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当时的思考是什么 其实科技考古我们做残留物分析 首先第一位的思考就是要 鉴定出这个残留物的一个物质组成 这一步是最基础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出 它是什么物质之后 那么我们更进一步要思考的是 那么这一个物质 它是如何形成或制作的 也就是说第二个层次是 它的一个制作工艺是怎样的 然后到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研究透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之后 那么古人在这个研究 在制作或者说采集这些物质的时候 他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社会分工 以及一个社会合作等等的这么一个过程 通俗来说我们以物见历史 以物见人 通过这种残留物的分析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然后就是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复原古代社会的 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当时您想到了我们的科学设备和方法是什么 首先我们拿到这个或者取样之后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基础的 一个理化性质的测试 通过红光谱 通过X色彩颜色等等 我们确认了残留物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钳 有四个样品是纯的碳酸钳 有两个样品是碳酸钳和矫钳的一个混合物 然后确定完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物质组成之后 我们就想这个碳酸钳它是怎么来的 是古人从山里采的矿呢 还是古人通过某些手段合成了这些碳酸钳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些质谱手段 来对这个层次的问题进行一个科技的探索 刚才我们一开始审了说 其实我们已经把观众的热点带到了 可能是化妆品这个方向 那刚才您说的那些科学名词或者化学名词 跟化妆品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古人化妆或者说保养皮肤 它一定是有用一些物质 比如说用油脂 我们用的猪油牛油 它有润湿保湿这种皮肤的作用 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对美的追求 那么油脂可能达不到这个 它就要加入一些颜料来达到这种分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就是说古人就推升了 它对这种白色颜料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些白色颜料如何产生 就相当于我们通过这个产力物的一个分析 来探究这么一个问题 那说到这次我们科技助理 我知道用了一个 大家可能并不太清楚的一个设备 叫质谱仪 您给我们介绍 这个质谱仪起到什么作用 质谱仪主要是判断物质的组成 甚至有的质谱仪还能够推测物质的形成年代 所以这个应该讲是我们在科技考古很多理由 都会用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质谱 质谱仪主要应用于地质学 生物学 环境科学等领域 在考古领域 它不仅可以用来给文物进行年代测定 还可以在判断物质的组成等方面 发挥关键性作用 2022年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古团队 展开对梁带村遗址出土微型铜器的残留物分析 他们通过红外光谱 X射线粉末演射等分析手段 初步判断其残留物为千白混合物 随后加入质谱仪 对于残留物进行精细化分析 确定了这是人工合成千白 并破解了当时人工合成千白的生产工艺 当时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当时测出来是距今3000年左右 比梁带村木葬的年代来稍微少了两三百年 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这个做这个千白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用了一些老的木头 所以导致这个测试的年代会稍微偏早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已经回到那个历史的年代当中 三千多年的时候比这个村子还要早两三百年 对 那这听起来好像这个时间差 您的理解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做这个碳千白了 它可能会燃上木头 燃上木头或者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成为千白的一部分 那这个木头的年代呢 往往就可能使用的是老的木头 老的木头它用在侧年上会出现一些偏差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比这个遗址的年代 要早两三百年的现象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可以能界定出 它到底是人工合成的 还是纯天然的东西呢 这个是之前18年的时候 法国的卢浮工的研究人员 其实对古埃及的一个也是千白化妆品 进行了一个碳十字的测年 他们的结果就非常有趣 他们就发现在古埃及 他们的脚签矿和这个是 脚签矿是和木造的年龄非常相符 而他们的千白呢 可能比当时的木造年龄 要早了五千年到一万年之间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这个千白 也就是碳酸签的形成年代 地质形成年代 比这个木造要早了五千到一万年 也就是说 这个当时的这个古埃及人 是去山里采了这个白鲜矿 并把它用作了一个 华人品的一个原料 它不是人工合成的 那一定是在五千年 那时候人类文明 还没达到人工合成的能力 应该这么讲 应该是纯天然的 那这个三千年的结果 我们怎么来判断 它是人工合成 还是纯天然的 因为要是纯天然的话 就会这个年代是比较久远的 更早一点 更早一点 要是这个人工合成的了 就应该跟这个出土的年代了 就跟遗址的年代差不多 所以主要是根据这个原理 来进行判断 是天然的 还是人工合成的 有没有可能我们误解了 我们古代人的这个文明 可能我们很早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会 人工合成化妆品了 这个当然有可能 但现在考古已经靠实证说话 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 五千年前的人工合成证据 那当然我们能把这个年代给推 我们现在考古永远就是说 你挖到什么最早的 就说到什么年代 就是将来 就算我们现在说两千七百年 那将来可能 有没有可能三千年 那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建议 这是一个人工合成的东西 那这里面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是动物的 植物的 矿物的 还是其他的什么 其实这个是矿物的一个碳酸铅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它的主要成本 那么我们这个时期合成千白呢 其实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 也是法国的团队做的一个工作 他们分析完古埃及的 又分析了古希腊的一些 千白的化妆品 那么他们就发现 古希腊的千白化妆品的特年 也就是刚才说的碳14特年的年代 和墓葬的年代是吻合的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古希腊在公元前三到五世纪 已经开始人工合成碳酸铅 那最后你们的证实结果又是什么呢 证实结果 首先第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千华 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碳13 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碳化碳 碳的来源呢 是应该是来自于这种偏老的 一个木头 就是一种碳酸的植物 喜尽千华这个成语 我们并不陌生 这里的千华 其实就是指千白 是我国古代最常用的装粉之一 古人追求美白效果的千白化妆品 最早主要使用天然白千矿 集中在公元前五千年 至公元前两千年期间 之后开始出现人工合成千白 但千白最早于何时何处 实现人工合成 此前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也颇受关注 如果从考古的层面来讲 你们证实了 它是一个贵族墓葬当中的 装化妆品的容器 那在考古的这个层面当中 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那首先就是证明了 这一类器物的功能 因为我们对要了解古代社会 总要了解各种器物的功能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不论它装什么 它无非就是对矿物资源的利用 或者对动物植物制品的加工产品 所以这两个也会让我们知道 古人对资源的利用程度 直到它对这个 也反映了一定的文明的发展程度 其实从更长程的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爱美之心自古有之 然后在很长的人力发展史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 人力对这种美的追求的一个证据 然后呢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不管是处于社会任何的一个阶层 那么它都具有对美这种追求 这种内心的这种心理 或社会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考古的这种发掘 考古的证据 实证我们的先民 有对这种美的追求 以及它是怎样来使用 或追求这种美的 其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这个我们研究的 梁大川这个大墓 它是M26 是一个诸侯富人墓 也就相当于国军富人 那么它对美的一个追求 其实是我们很感兴趣 而且那是可能是一个 时代审美的一个标志 是 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那我们可以推想一下 在那个年代 3000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中国的社会历史上 已经可以工业化生产 或者是批量化生产化装品了 应该是2700年 因为他们是千百 本身测量是3000年 但是遗址的这个出土年代 是2700年左右 就是春秋时期吧 因为春秋时期 应该是可以大规模生产 有很多文献记载 纸则粉带 粉白带黑 或柱粉则太白 这些都反映了 这一个跟千百的关系 目前来看 我们在春秋早中期 发现的这个微型通用器 就是承装化装品的 这种微型通用器 只在贵族目中发现 也就是说 当时它在贵族圈 是很流行的这种化装品 但是在贫民目中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 使用的这种证据 但是到了汉代 可能就是说 有从上层贵族向 低等级贵族普及的 这个趋势了 那我们可以理解 那个时候 这个小粉盒 应该也算是 贵族使用的奢侈品 可以这么说 2700年前 那个时候 中国的历史 就已经开始 可以生产化装品了 那有人说 这个时间段 比西方制作化装品的时间 还要早了300年 这个有依据吗 如果真的是早了300年 它有什么意义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西方 特别是刚才我说的 那股希腊 他们是通过腐蚀法 放上醋 然后在上面放铅片 然后通过吐蒸气的腐蚀 来产生铅板 他们西方的一个 首先是文献记载 很清晰 老普林尼等一些科学家 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其次呢 他们有考古证据 刚才我说了 他们对古希腊的 这个化装品 进行了测年 和他的墓葬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 西方既有考古证据 又有这种文献记载 所以说 他们在公元前3到5世纪 已经人工合成千白 这个事呢 是一个定乱 但是在中国呢 这个在我们做这个分析之前呢 一直没有一个比较 没有物证和印证的 对 我们的文献记载 比较少 然后呢 我们又没有考古的证据 所以说这个事 只能就是讨乱起来 就没有抓手 欧洲这个使用千白历史 还是很早的 有5000多年 5000多年 包括伊朗 印度河谷 都可能四五千年都有 只是说 我们这个人工合成千白 我们是比他们早 至于说 早300年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不是说 我们一定比他们早 基本在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在人类 进入铁器时代以后 东西方不约而同的 这个发起了一场 思想解放 或者是就这个 最美的追求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这个我觉得是 一种共性吧 一种虽然说 技术路线不一样 但是对这种美的追求 是相适的 那个时候 我们交通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这个东西方文化 想交流一下 还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从我们印证的 这个化妆品 人工合成的方式上 跟西方的人工合成方式 所谓的这个千白 是一致的吗 还是各有各自的宗远 从现在的分析证据来看 他们各有千秋 那么西方呢 通过他们的一个形貌分析呢 他们大多是这种 俯视法长生的 就是说看它那个晶体型貌的话 就是这种短棒状的 这种一个晶体型貌 然后呢 梁带村的一个千白呢 它的晶体型貌 是这种长棒状的 这种型貌 然后通过这种 碳13以及碳14的测定呢 就说明它是在 溶液里生成的 就是是一个 溶液沉淀法生成的 那么就是说 西方呢 是在用凸蒸气 俯视法产生 然后中国呢 是在溶液里的 一个溶液反应 产生的一个沉淀 产生的 那么他们的一个合成方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中国 目前来看 是湿化学最早的实践 比文献中记载的东晶 早了将近一千年 湿化学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湿化学就是我们日常 化学实验的 一种非常 很常见的方法 就是在溶液里面 发生化学反应 中国古代 虽然自北宋以来 就有金石学研究的传统 但金石学 并被演变为 现代考古学 大约二十世纪初 考古学随着西学传入 被介绍到中国 1921年 随着北京房山 周口殿遗址 和黄河流域 仰烧文化遗址的 发现和发掘 由此揭开了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经过百年的发展和壮大 越来越多的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被引入到考古研究中 树里化 天地生 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 诸多方法 都能在考古学中 找到用武之地 考古学的发展 越来越离不开 新技术手段的介入 通过像 知浦仪这样的检测技术 越来越多地 引入考古领域 为我们认识 人类历史和文化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以助力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 那这次呢 我们是通过科技加持 质朴仪的加持 印证了这段化妆品的历史 那比如说 类似质朴仪 或者其他科技手段 还可能对未来 我们的考古事业 有哪些帮助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 气氧色谱 同一素质朴 它可以让我们判断 油脂的种类 是来自于 哪种动物的油脂 是比如说来自于猪的油脂 还是来自于牛羊的体脂 或者是来自于奶油 因为牛和羊嘛 我们基本上四千多年前 才从外面大规模 引入养殖 我们中国在牛和羊 牛引进出来 中国是没有大牲口的 本土是没有大牲口巡化的 所以牛和羊进来 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说一万年前 有农业革命 那我们现在看来 四千二百年前可能有一场牧业革命 极大的 促进了中国早期国家的这个发展 所以我们也是 最近也是 我们两个也是在做这个 就是通过淘气的残留物 来探讨这个刘和羊的利用程度 以及它的利用深度 早期考古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小物件 当发现小物件的时候 两位给我介绍 就基本上就把它清理干净了 因为保留这个器物 那今天我们的意识已经不一样了 除了保留器物之外 还要知道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您觉得这样小小的改变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考古学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复原古代社会 那么我们得到的 或者说考古发掘出现的这种补物 其实都是我们解读 过去人们生活的一个手段 或者说一个实证 那么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现在推行的 这种精细化的一个发掘 然后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证据 同时就是推出这种科技的发展 其实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在之前 其实我们不管是技术手段 还是人员配备和国外的科技考古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然后这就导致很多时候 我们对文物的解读 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入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种分析技术 以及人员配备上 可能和国外 都是处在比较接近的一个水平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有这种实力 我们也有精力 去对我们这古代的文物 做比较精细的一个研究和探讨 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化妆品的一个物质组成 以及它的制作工艺 以及它所代表的当时的这种社会 这个制作和使用的这个状况 都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 这对于助理我们中华古代文明 这种深入的研究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非常赞同韩教授刚才这番话 过去可能我们学科相对单一一些 比如我们做考古的 我们就专心做你的考古 验定它的年代 那今天我们加入了多学科的融合 那不同的学科在考古这个事业当中 来绽放它的魅力 就让我们更亲切 更直观 更准确地知道我们的历史 我们这些器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包括那时的文化社会背景 是什么 这也就是所谓我们的精细考古 对 对古代文明的研究 也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这个传统的优秀文化 总有助于现代的这个文化建设 你看很多考古遗址 它挖出来以后 它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 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展示基地 教育基地 如果再把我们的科技分析 弄上去 其实这也是对科技知识的一个普及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知识的普及 很多时候它也会是一个科技知识的普及 所以这也是一种既有人文的科普 又有智商科学的科普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帮我们揭开这古墓当中 这个遗物的身份之名 我相信随着这科技手段的设备的这种加持 未来我们可能会揭开 更多器物的真实身份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